今天这个视频的开头我想感谢一下刚才一直在直播间里面 虽然没有画面一直留在直播间替我刷屏的那些粉丝们 谢谢你们给到我的正能量 问的最多的就是现在这么难你怎么又走了 回来也那么麻烦 的确是的 我们其实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考虑了很久 大人这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 没有回去过 以前至少两三个月都会回去一次吧 这一次快一年了 然后每一次跟家人人视频完了以后 都是非常阴谋的 而且现在婆婆家那边沙特已经开始快要摘月了 对于每个阿拉伯人来说的话摘月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跟咱们中国人春节跟家人团聚是一个道理 所以呢在权衡之下我觉得陪我老公回家 在当下来说比什么事情都要重要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有多少困难 我觉得还是能够克服的 夫妻之间的成全可能就是在这种事情上体现出来的 我们俩之间经常会有一些矛盾 吵吵闹闹闹的事情 但是那都是小大小闹 在重大决定的时候两个人还是比较能够为对方考虑 去年的我有多想回国 今年的我就有多想陪他回家 买香水我也支持 男人的示好一定要支持 千万不要让他空虚下来冻歪脑筋 不说了去吃火锅了三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